大家好,我是在灣區中文網台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講關於一齣新的電影 就是小丑Joker 這齣電影現在在電影院有得看 台長我自己暫時未看 但是在網上我已經看了很多關於這齣電影的資料 所以我大概都知道故事會講些什麼 這個小丑其實是一個大反派的角色 就由這個Joaquin Phoenix這個演員去飾演 我認為這個演員是相當適合的扮演這個角色 Joker大家都知道是Batman的一個大壞蛋 在Batman的故事系列 就是一個瘋瘋癲癲的一個人 但是如果看回這齣電影 他就會解釋原來Joker開始的時候 就是一個正常的人 他就是一個想搞動督笑 又或者經常扮小丑 去哄小朋友開心的一個人 但是因為他的事業並不理想 所以受到這個社會的排斥和歧視 然後之後就變成一個大壞蛋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 Joker這個精神病 就是一個很典型的精神分裂 因為作為一個小丑 他就是需要用很多情感的判斷 一個很外向的人 就是經常都要哄別人開心 去說些笑話 去令到別人笑 所以他的Ego 就是向著外邊的世界 就有著一個這樣的形象 但是因為他的事業不理想 所以變成他跟外界開始有些脫裂了 就是有些脫離了現實 而同一時間他的shadow 在黑暗的黑影裡 這個無意識 也帶著了很多不開心的經歷 在故事中說他跟他媽媽相依為名 他並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誰 所以令到他有一種很孤獨的感覺 相當之孤獨 有些失去了自我認知 就不知道自己的身份究竟是誰 所以這種空虛和無助 就變成他在shadow的黑影裡 很大的力量 當他有些刺激的時候 就變成shadow 這個無意識就完全吞食了他的Ego 在出氣那裡 我們就會看到這個Joker 如何由一個正常的人 變成一個完全瘋狂的人 就是當一個人的無意識 完全吞併了他的性格之後 他就變成了完全是另一個人 所以我從這齣電影裡 就可以看得到 原來這個社會 其實都是可以令到人 帶來一些很嚴重的心理病 又或者是精神病 我自己經常都在這個愛在灣區 拍這些節目 就是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看得到的灣區很多的人 尤其是新移民 很多都是生活 都是有點孤僻的 可能因為文化的改變 和社會圈子 就離了三藩市 就少了 小了很多 所以見到身邊很多的人 都慢慢的性格 都開始 從這個現實生活 就脫離了 有些人 他們的外表 的形象 就是很正常 很理性的 但是其實 他們本身的無意識 就開始 慢慢的吞飾了他們的性格 就變得很負面 但是很多時候 他們都是不知道的 是外邊的人 反而可以看得清楚些 開始有很多負面的說話 又開始批評其他人 又開始把一些 很有大有敵意 或者惡意性的說話 或者形象 投射到其他人身上 在我身邊 都有一些這樣的人 所以我就拍多些 這一類型的節目 就希望大家 都可以 從這一方面 細心些去思考一下 那這一齣戲 Joker 小丑 就看來 就相當之修得 在2019年 是最修得的 而且是一部 帶有血腥 成人的電影 成人的電影 可能就反映到 現在我們現今的社會 實在是太多 這些負面的情緒 所以那些人覺得 這一類型的電影 慢慢開始 覺得有同感 或者很有吸引力 這樣也不奇怪 我們見到現在世界 很多地方都有動蕩 有很多人 心裏都有很多怨氣 還有開始有些分裂 身份上高 或者精神上高 又見到很多人 還有家人 亦都產生很多磨擦 其實政治的意念 可能只是一個藉口 根本可能自己本身不開心 就把這些負面的情緒 發洩在家人身上 其實我相信這些 都絕對是有這個成份 在裡面 好的 希望大家 看一看 出戲 然後又可以 了解一下自己的心理 因為很多時候這些衝突 我相信 都是來自在我們自己的內心世界 OK 好了 今晚講到這裡 Thank you 拜拜